作家沈木然说过一句话 一切贫穷都是因为思维禁锢 一切抱怨都是因为不懂人性 如果你对人性一无所知 你不痛苦谁痛苦 你不受伤谁受伤 游泳需要了解水性 信寿需要了解兽性 活在这人世间你就必须了解人性 一人性本就捧高踩低 无人帮扶时何必抱怨 沈从门年轻时为了维持生计 多次给战报复刊投稿 当时的主编是孙福源 他瞧不上沈从文小学学历 每次都把投稿扔一遍 等不到回复的沈从文 就去杂志社登门拜访 畅谈自己的写作理念 希望能得到编辑们的认可 孙福源却当众把稿件柔成团 扔给其他人 并讥笑说大家看看吧 这就是沈大作家的作品 直到徐志摩继任杂志社主编 从往期的稿件中 发现了沈从文的投稿 看完后当即决定全部发表 几年后 沈从文作品越来越出色 还被聘为西南联大讲师 当再次遇到孙福源 和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 大家都对他称赞连连 那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 对方不是天生刻薄 只是对不起眼的他刻薄而已 你身边是好人多 还是坏人多 从来取决于你自己 抱怨无用 只有你变得比对方优秀 比对方实力强 他们才不敢轻视你 郭德纲曾经在节目里 调侃说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 耍十把钢钩 钩不着亲人骨肉 有钱人在深山老林 耍刀枪棍棒 打不散无意宾棚 九十年代末 郭德纲之身到北京学习相声 遭到同行冷落 比试 他在剧团里打杂 做灵工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站上舞台说相声 他低三下四到处求人 说只要能说相声 自己当狗都可以 得到的答复却是 即使你给我当狗 我也不要 我怕你咬我 后来 郭德纲拜师侯耀文 成立德云社 爆红之后 很多同行主动找上门盘关系 谈合作 这世间人情冷暖 本就是常态 从来都是锦上添花的多 雪中送贪的少 人们常说世道险恶 其实险恶的 从来就不是这个世道 不过实力占得不够高罢了 你强了 身边自然都是好人 与其抱怨低谷的风雨惨淡 不如尽力攀爬 去到你所向往的巅峰 那时 自有另一番风景在等着你 而人性向来见不得身边的人好 被针对时何必失落 东邪西独里说 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 只要你尝试过 什么叫极度 曾经有一篇叫 为什么不要开宝马车混农村 的文章 里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创业成功的老板春节回老家 邻里看到他开着崭新的宝马 蜂拥而至 穷乡僻壤 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实在太过耀眼 村里人看着宝马车 心态开始失衡 他们心想 凭什么他小时候家里那么穷 还得靠我们帮扶 现在就混得这么好 于是他们提出要钱 理由很简单 现在你都是开宝马的大老板了 接近一下老乡不是理所应当吗 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 很快老板的钱包就见了底 没几天 村子里就传来流言蜚语 这家说老板的钱来路不正 那家说老板在外面包养女人 而他的宝马也因为停在外面 被人划得面目全非 后来那位老板再也不敢开车回家 网络上曾经有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了 除了父母和亲人 其实真的没有几个人愿意你过得好 复旦大学的陈国老师出名之后 朋友总是闷闷不乐 一次促膝常谈 两人唱开心扉 陈国问 我过得好 你好像并不那么开心 朋友回答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这就是人性 人们极度的往往不是陌生人的飞黄腾胆 而是身边的人过上比自己还好的日子 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人 而你的耀眼会加深别人的痛苦和仇恨 继而把火烧到自己身上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人必毁之 这是真实的人性 也是必或饱身之道 三人性一直争名夺利 遭逢背叛 无需悲叹 有句话说得好 不背叛 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 利益大到一定程度 人性阴暗的一面 就会被诱发 这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马卫都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刚参加工作的女生 在公司结识了一位要好的闺蜜 闺蜜参加工作时间长 对女生照顾有加 女生也十分信赖闺蜜 把自己的恋爱史 曾经的糗事 甚至对工作 领导的看法 一股脑地向闺蜜倾诉 后来一次职位停选 两人有了竞争关系 闺蜜竟向领导举报 女生不尊重领导 以及工作态度消极 得以顺利上位 利益面前 人与人的关系是很脆弱的 在坚固的友谊 也往往不堪一击 知名主持人朱丹 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 几年前 闺蜜对朱丹说 自己再筹备一部影片 需要资金周转 已经找好了借款方 只是想让朱丹做个见证人 因为当时朱丹在老家 朋友就给他寄过来一张白纸 让朱丹先签一下名 之后他再把信息补全 而天真的朱丹 对闺蜜没有丝毫怀疑 就答应这件事 没想到 经过闺蜜的一系列运作 朱丹的见证人 变成了担保人 最后朋友没有还钱 而朱丹作为担保人 被迫偿还闺蜜的所有债务 莎士比亚说 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棍 随随便便就能改变 一个人的模样 不得不承认 利益真的就像是一面镜子 很多人在他面前原形毕露 别高估关系 别低估人心 这样才能守住自己的利益 守住自己的人生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 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 而是理解人性 人心最是多变 人性最是难猜 不去妖魔化每一个人 但也不要对别人毫无防备 乌土人性 从底层逻辑去识人 看清人的本质 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自己